眼前这个男人有多能狗 他的实力早已天下无敌 能一剑斩灭双帝 能杀敌一千里之外 但他却只想吃软饭 你知道吗 刚才那个前辈一剑救灭了两大魔地 真是太强了 前辈这么强 应该是传说中的剑仙吧 哈哈 我太选有剑仙 一剑斩双帝 剑仙 只是斩杀了两个魔头而已 怎么就扯上剑仙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今日若不是剑仙前辈出手 你岂能平安地站在这里 你是哪一门的弟子 既然敢对剑仙前辈不敬 我要禀明长老将你逐出圣地 咦 他 他好像是掌教女帝的那个废物夫君 原来是你这个废物 一个整天只知道吃软饭的家伙 你怎么有脸诋毁剑仙前辈的 可恶 若不是女帝大人 像你这样的废物早就滚出圣地了 卧槽 女帝令 剑令如剑女帝 服不服 就喜欢你们这种 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谁叫我这人威不好 就只能吃吃软饭 外加给女帝暖暖床了 你他妈的个屁 牛逼个啥 要不是由女帝成友 我真想揍你啊 这魔塔现在状况如何了 丽晴天呢 他真是魔道卧底吗 女帝大人 是隐士的剑仙前辈救了圣地 是啊 要不是剑仙前辈一剑斩杀了 吞噬魔帝和丽晴天 今日这圣地 怕是早已成了人间炼狱 什么 一剑斩双地 我们圣地什么时候有如此强大的隐士前辈了 前任掌教作画时 并没有交代说圣地有什么隐士强者啊 难道是那个无名天骄吗 老婆 你回来了 你 你怎么受伤了 无妨 只是在与魔门战斗时受了一些轻赏 倒是你 圣地发生这么大的事 你修为又低 有没有被魔器倾体 没有 我在女帝宫都没下山 魔器便已经消散了 听弟子说是一位隐士前辈出手救了圣地 不过我从不知道圣地有什么隐士强者 难道是七年前引动剑仙临世的无名天骄 啊 这个嘛 老婆 其实你没有必要纠结此人的身份 无论此人是谁 都属于圣地之人 对吗 你说的对 我的确没必要纠结此人的身份 不过 如今太上长老力晴天 叛变被杀 太玄圣地名念上只剩下我一个武帝强者 对付魔门只怕会更加艰难 希望 日后圣地若有难 他能如今日出手变好 放心 圣地有难 他一定会出手的 希望如此吧 圣宝库首签 获得圣魂中 圣魂中 乃是先天圣宝 只需每日聆听 可壮大魂念 凝聚圣魂 祖师祠堂首签 获得身外化身之法 此法可激烈一具分身 最多可拥有本尊七成战力 身外化身 这可是个好东西啊 赶快回去研究研究 离突破总是感觉差了那么一点 难道是我太心急了吗 出去走走吧 顺便看看漂亮老婆在忙什么 老婆 你怎么了 随风 你可知道最近盛传的圣人墓 知道啊 怎么了 如今圣人墓出世 而我正派雷若 整个正派除了剑仙前辈 便只有我一个武帝强者 反观摩道 这两年不知 他能用了何种秘法 已经有了四位武帝强者了 这圣人墓之行 怕是凶多吉少啊 我倒是什么事呢 让我老婆如此为难 圣人墓之行 让那位无名前辈一起去不就行了 你说得到精巧 你怎知那位无名前辈 能与我一起前去 那这个嘛 肯定会去的 圣人墓出世 关乎天下正派存亡 相信他一定会再次出手的 也是 夫君 我困了 啊 困了好 困了好 困了咱们 回去睡觉 好 了好 我 有 不 不